大家好 我是朱莉叶 然后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的朱莉叶 因为身份有点多 然后有点复杂 但是 我是你们永远的女神 我们准备啊 3 2 1 走 我妈说我45岁的时候在那个弄堂口 没日没夜的跳舞 别人看到给2块钱 这个是我的那个原始人的状态 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就说 人家蔡依林是百遍曲风 你就随便曲风吧 你想想 也有道理 我是可以动作随便曲风的朱莉叶 上海话的话就是比较严密 但是又会将要去把东西表达到自己想要的那样 所以我们就是用野唱 而不是演唱会 是你随处的野唱会这样的一个概念 成天里啊 成天里啊 有这么一阵风 吹的人啊 吹的人啊 飘到了外太空 虽然我总没有钱 但我出门抢买单 而且聪明我还很帅 不要轻易喜欢我 不要轻易爱上我 我是孤独风中一匹狼 小学毕业之后我就去了南非跟家人 去非洲之后就会觉得特别孤独 看不到人 那就会特别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的时候 弄堂里面也是杂七杂八糟 有那么多人出来捞坑 很喜欢这种有人味的地方 他们先是围观 围观的话就随手拎过来 说这个暴墓 这个跳舞 最后一个阿姨喀了三遍之后 她就说不来了 阿姨啊 买西瓜吃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聊着聊着 然后又过来了 快点去归子 我自己要来舞蹈 雅昌伟 人是一个好像会有一点点从众心理的 但她看到那么多人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 大家就不把这种会觉得是一个异样的事情 就还蛮喜欢去创作喜剧 喜欢想要做一个逗逼的人 但同时又是个女生 我的人什么 她在期待什么 你特别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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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 嘿呀 嘿呀